哈喽你好,我是方聊家的雪莉 今天和你介绍乳香、懒香汁、古巴香汁的不同 乳香是橄榄科乳香鼠的植物 主要生长地在阿拉伯半岛与东非、中非这些平脊沙漠地区 树皮疙瘩开后会流出树枝,像牛乳滴落一样 它又具有甜美轻盈的香气,所以被称为乳香 这个精油并没有牛奶的气味哦 它的主要香气分子是阿法派锡这种好闻的树木味道 另外还带有一点轻盈的柠檬锡,以及少许具有泥土味的快锡 乳香对于熟悉基督宗教的人来说,应该是印象深刻的植物 圣经故事中提到,当耶稣诞生时 东方三贤士为耶稣带来了三样生日礼物 就是乳香、墨药与黄金 分别象征着超脱俗世的神圣性 克服俗世肉体的苦难,以及在地上的权贵 乳香轻盈上扬的气味,让很多人一闻就觉得呼吸变得更舒畅 也让呼吸慢下来,从而感到宁静放松的感觉 卵香汁主要生长在亚洲的菲律宾,和乳香一样是橄榄科的成员 气味也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 不过卵香汁的价格比较低,常被称为穷人的乳香 但它主要的芳香分子是挥发快的柠檬锡 还有一些α水晴锡 这个α水晴锡也是在石螺、黑胡椒这些香料里面会出现的香气分子 所以卵香汁跟乳香相比,它的气味会更加的轻快 又带有一点香料的活力感 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注入一股活水,让人挥别停滞的感觉 古巴香汁,它被称为南美的乳香 主要香气分子是β竹石锡 这个分子近年来受到非常重视 是因为发现它具有跟大麻类似的 让人放松,容易感到快乐的作用 讲到这儿,你是不是有点好奇 快乐的味道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古巴香汁,它本身的气味非常的淡薄 也有人说它像是玻璃的气味 它比较常会用来帮助延长柑橘类这种易挥发的香气 让柑橘这种欢乐的感觉时光再延长一些 或者搭配娇贵的花朵类精油 用量减少,成本更省 不会影响到细致的花香表现 不过使用古巴香汁时要留意哦 β竹石锡氧化之后容易造成肌肤刺激 如果你要调成按摩油使用 建议你先少量调制,赶快把它用完 避免氧化之后的β竹石锡刺激了肌肤反而乐极生悲 树脂类的精油都具有帮助呼吸舒畅 让人心灵变得清澈 疗愈、修护 提升对于痛苦的忍耐度等等这些特性 乳香、懒香汁跟古巴香汁 过去常被一起提到 不过,它们的香气分子构成蛮不一样的 我觉得还是当做不同的精油来看待会比较合适 乳香作为耶稣的出生礼物 在心灵层次上有着不可取代的神圣性 帮助我们超越俗世的牵挂 如果你想要来一点人间烟火器 具有一点香料气息的懒香汁 它可以帮助化解与推动我们生活中停滞的死水污泥 进行进化 古巴香汁是近年的大事 清透的气味帮助我们心如明镜 高比例的β竹石锡有着类似大麻的作用 帮助我们舒缓烦忧与紧绷感 看你除了树脂类的基本功能 还希望拥有什么样的外挂 应该就可以选出适合的精油了 我是雪莉,你的放料生活家教 雪莉的放料三分钟 我们下次见,拜拜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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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